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作为曾经火爆的竞技类综艺 中国好声音从一时到如今已经走过十个春秋 在上一季 这档综艺为了寻求突破口 推出模式大升级 音乐更好听的全新模式 在追求自身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全新的迭代升级 节目组安排八位导师并进行大小导师分组评判 虽然导师不断的更新迭代 但是节目还是遭遇了瓶颈期 导致观众对导师的关注急剧下降 任谁也没有想到 这档火了九年的综艺 却在第十个年头口碑下滑到最谷底 口碑一下子跌到了冰点 在豆瓣的评分沦落到4.4分 要知道中国好声音首季的评分高达7.9分 口碑一下子烂到这个程度 对观众没有预料到的 尤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导师们的表现令观众不满意 李荣浩与汪峰在评论上比较拉胯 能真正的做出指导性点评的李克勤和廖昌勇却又太严肃 综艺感全无 其次是选手整体的素质不高 一个冠军得主居然只会唱粤语歌曲 第二名得主更是唱歌邋遢的网红 这一切令观众大低眼镜 似乎导师席上作者的就是一个草台班子 最后的槽点依然是导师方面 八个导师一台戏七嘴八舌乱作一团 让观众分不出评价的层次感 所以第十一季的中国好声音必须要在导师阵容方面下功夫 根据娱乐大V的爆料 新一期好声音的导师会有两个新面孔出现 并且节目组已经开始进行选手的招募工作 在娱乐大V的爆料中显示 节目组新增的两位导师分别是肖敬腾和邓紫棋 这两位实力派唱将将能够走入好声音的导师席还真的是令人有些惊喜 在乐坛 邓紫棋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 各种奖项拿到手软 她常常将自己的人生感悟整合到歌曲当中 她的音乐有着很强的厚劲的厚发力 是名副其实的唱作型歌手 所以由她来担任好声音的导师应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另外邓紫棋的语言和动作表情都十分的风趣幽默 很适合做综艺节目的导师 邓紫棋在华语乐坛同样是声名显赫 具有超强的演唱实力 她所独有的声线让她的歌曲充满无穷的魅力 邓紫棋更是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 并且她对音乐的诠释能力是他人所不及的 首张唱片销量就拿下年度十大的她 做好声音的导师绰绰有余 导师李健就不用多介绍了 作为好声音史上无一差匹的她 当然值得期待 李荣浩能够留下也给粉丝们巨大惊喜 期待她能在这一期以更专业的水准来进行评判 根据知情人的爆料 新一季好声音的助教阵容也进行了大换写 阵容上上一季的张碧晨 黄霄云 极克俊逸 吴木筹换成了周深 单依纯 扎西平措 黄霄云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周深的加入引发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这个青年才俊从我们的歌这档节目开始 就已经以十倍速的速度吸引着网友们的目光 周深的唱功确实了得 能在各个音域之间自由转换 很少有歌手能做到这一点 她的声音有王妃般的空灵 也有自己特立独行的表现方式 人气火爆程度已经不容小觑 做好声音的助教还是相当令人服气的 难怪有一大堆网友期待她的出现 看来好声音这次确实吸取了上一季的教训 在导师和助教阵容方面做了精心的准备 新一季的导师与助教阵容都兼具实力与人气这两点要素 十年磨一剑 还是让我们静待结果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